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继续贴爆马来西亚常见的网络诈骗2.0 还要千里条条从那么远 放进包裹里面再寄给你 这不是很明显要被custom充公呗 你打开一看 它根本就不是GoPro 而是连着GoPro logo都不懂什么牌子的运动相机 因为那个码票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在这边讲包装码票这个东西是假的 是骗人的 哈啰我是假的 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松下我的膝盖 谢谢大家 把我上一支11分钟那个网络诈骗影片看完 那时我就有讲 如果那个影片反映好的话呢 我就会拍2.0 结果那个影片到今天已经有800千个view 我何德何能好开心啊 下面每一个comment我都尽量看完了 也有很多人都私底下去PM我 希望透过我去帮他们讲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 或者是他身边朋友遇过的诈骗案 我越看越形同越看越生气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继续贴报 马来西亚常见的网络诈骗2.0 而且多数都是网友分享的真实故事 马上开始 1.爱情包裹 这种诈骗方式是不是觉得很不make sense 一听就懂是假的 但是我还是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我 这种片局通常是比较花时间的 最少三个月半年甚至是一年 就是让你哦跟他建立了这个爱情之后呢 在骗钱骗感情 那怎样骗你呢 通常这种骗子哦 在Facebook啊 在叫我网站上面啊 都是八八正正 靓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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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靓 要身材要福气的那种帅哥 奥巴鲁 他们的职业通常是很adass的 飞机师啊 工程师啊 企业家 医生啊 律师啊 反正就是事业有成 很有钱赚到钱的那一种 而且一定是按摩 就算不是按摩也会是 你在马来西亚 他就会在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 他就在韩国 必须一地恋 接下来哦 这个骗子就会去ad你 ad了你之后 就会针对你想聊的 跟你聊 制造共同话题 让你觉得 哇这个人很sweet诶 各种嘘寒温暖 很好人诶 哇我们很gap诶 只要你一觉得这个人不错 骗局就正式开始 突然有一天 他就会跟你讲 Baby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我要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要送一份礼物给你 有礼物收哦 爱人送的哦 地址当然给咯 地址吧 然后就有一天 突然就收到快递公司 send来的一个email 讲你的包裹到了 但是你的包裹里面 scan out是很值钱的东西 所以不能直接领取 需要给什么清关费啊 还是什么tax才可以拿 可能大概一个5000块啦 然后当下哦 你confirm是杀掉的嘛 你就会马上去问那个骗子 诶我的包裹到了 但是要我给钱 这时候那个骗子 就会骤云发乡声 劝你给钱 sorry哦 baby 其实我想要给你一个surprise 所以我包裹里面 放了30千的cash 我不懂你们国家的 那个tax 是这样麻烦的 不如你先帮我给这些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不给 想要寄回给他的话 他会马上拒绝 然后就会send你照片 讲包裹里面有什么 可能一个gucci bag啊 一个rolex手表啊 一双鞋子啊 iPhone 12 Pro啊 cash啊等等 哈喽各位 到这边已经是很明显了好吗 哪里有人没有见过面 第一次送礼物 就送这样贵重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我还没有遇到 不是 有的话 为什么他连那一点点 tax的钱都不给呢 而且 如果一个人真的要给我钱呢 为什么他不直接把那个钱 打在我的银行卡 还要千里 你条条从那么远 放进包裹里面 再寄给你 就不是很明显要被custom充公呗 浪漫吗 哇 我不会咯 我要cash 只要你一给了这个tax的钱 你的爱情 就会跟你讲拜拜 那除了包裹之外 其实那种爱情片子 还有很多battern的 比如说他故意从外国 飞过来马来西亚找你 然后给警察验出他晕毒 然后现在在监牢那边 假警察就会call你 然后叫你拿钱去保释他 或者是骗子后 他跟你讲 他join了一个男女交友网站 他在里面top了很多钱 但是遇到了你之后呢 他不想玩了啦 他想quit啦 想要把钱拿出来 但是这个网站哦 只能先女神去拿钱 然后让你帮他拿 他就会讲 这笔钱是打算送给你的 可是拿这笔钱之前 你需要给一个20%的手续费 20%的手续费也是会还你的哦 好 给了这20%之后 就会有更多的20% 20% 20% 直到你发现你中骗的为止 把这爱情包裹诈骗的出了各种battern 那是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骗你感情 让你爱上他 让你相信他 用爱情的名义骗你的钱 你什么醒醒啊 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社会中 那么难找到男女朋友 你觉得有可能一个外国的高富帅 会因为你Facebook一个头像 而爱上你咩 他们就是抓着你这种弱点 贪小便宜 来骗你的 但是网链是真的有的 我身边也有朋友哦 因为网链而修成正果 唉 你们自己看着来啊 2.网购诈骗 买家骗 这种网络诈骗哦 是很普通 很常见的 你在KLT的站哦 刷50个post啊 可能都有10个中了 诈骗方是很直接的 就是你跟他买东西 然后你给了钱 但是你的东西却没有来 然后你就去问那个卖家 他就会跟你讲 呃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我下午才去记哈 就是跟上一集的Bang是同一个人还是啥 我只会搬你走罢了 多几天你给他要Tracking number 他就一个总接口 再多几天Blog你 最基本最普通的诈骗方式 那进阶版还有什么呢 进阶版呢就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网购诈骗案 就是某一天我刷Facebook看到一个广告跳出来说 GoPro只要100块就买到 100块耶 GoPro耶 100块 千多块的GoPro突然卖100块了 然后我就按进去了 网站上面写着GoPro功能哦 是跟真版GoPro功能一模一样 而且大大个字写着货到付款 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想要买GoPro 但是因为负担不起所以就没有买 然后看到这个100块 我承认我是有一点贪小便宜 直接心动按下去 两三天那个GoPro真的来了 然后你就给钱 然后那个人走了 你打开一看 它根本就不是GoPro 而是黏着GoPro logo的 不懂什么牌子的运动相机 反正就不是真版 其实100块的GoPro 你用膝盖想都知道 它不会是真版的咯 但是当下我又想要买哦 然后又觉得很便宜 就是有一种贪小便宜的心态 那我的case是GoPro嘛 外面还有很多假货的 比如说iPhone12只要300块 PS5只要500块 反正你一打开之后 一定是clone之一 不然就是假货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讲哦 不要贪小便宜 而且这种骗子哦 他们的心态就是觉得 你才给那100块 50块 你也不会想要报警呢 所以他们就一直继续在做同样的事情 世界上是没有这么改过 夹拉锤盖挑的 要看一间店是不是假的 1.去官网或者是真亏渠道买 2.去他的page 看下有没有设计到美美 3.看下他的followers有多个人 4.看别人留下来的评论 5.叫你bank in的时候 你去check下他的bank account 看下是不是早早给人家丢上去 可以要吹水战了 以上这些全部你都做到的话 放心网购去吧 接下来就是网购诈骗 卖家骗 不料买家会中骗 卖家也会中骗的 而且通常都发生在那种二手买卖网站 carousel muda 片子会跟你讲哦 啊你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啊 我要买啊 但是哦 我人在外国哦 所以我一定要用外国的bank account哦 bank in给你哦 为了增加可信度哦 他还会给你他一个外国bank account 真的是他的名字的 然后他过后 就会send一个email跟你讲 啊我已经bank in了 但是哦 我不小心bank错了 我多了一个零 因为那个钱哦 是从外国过来需要一点时间的嘛 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装可怜 讲 呃我现在需要到这笔钱 你可不可以先把这笔钱还给我 然后你过后 你再等这个银行过账就可以了 如果这时候啊 卖家心软过账了 就中招了咯 什么外国银行户口啊 什么email啊 都是假的 我在这边陈请哦 凡是讲给多钱 要你bank运回给他那种买家 都是骗人的 如果真的是给多钱的话 你就等那笔钱 真的到你银行了之后 你才给回他 敖仗自己一下 辛辛苦苦做网卖 我知道做网卖真的很不容易的 3 假扮朋友 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很想笑 觉得这个诈骗方式很蠢 我一直在想啊 声音啊 语调啊 停顿词啊 名字这种东西要怎样装呢 我一听就听得出来的嘛 怎样骗呢 真的有人因为这个猜猜我是谁 也被骗了几千块 OK事情是这样啊 这个骗子就会做足功课 知道你的名字 还去模仿你的熟人 讲话的方式 电话接通 嘟嘟 哈喽 Wincent啊 在你啊 哦在家咯 你是谁哦 哈喽 Brother 哇 你不懂我是谁咩 我真的不懂你是谁哦 万老耶 Brother 我们这样熟了 你不认得我的声音咩 抓到重点了嘛 这个骗子是懂你名字的 所以一打来就直接喊你名字 让你觉得他是熟人 然后再喊你一声brother 就好像很熟这样 你随便讲一个名字 他都会认得 啊 你是Niklas吗 我啦 Niklas啦 不然还有谁哦 万老brother 啊 突然找我这么 你换号码了吗 哎呦 我电话钱包全部被偷了哦 所以我那旧的号码没有用了 这个是新的 你save起来 旧的那个你delete掉 然后他就盖掉了 哪哪哪 这个骗子哦 从头到尾都没有讲 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是你自己喊出来的 而且哦 他一来就跟你讲 他电话钱包不见了 所以你就会很自然觉得 你也不会call回那个旧的号码了 因为被偷了嘛 OK 第二天 赵远发又来了啦 他就会跟你讲 哎 Brother啊 呃 我啊 Niklas啊 哎 我现在急需要用到五千块 我要转给我的supplier 你那边可以救我一下吗 我电话钱包全部都没有 又没有ATM卡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我urgent 如果你说不能哦 他就会继续讲 哎 我到下午两点哦 就去弄银行卡 弄IC什么了 下午就一定可以转回给你的 你帮我一下 很急很急一下的 这种情况 通常是好朋友的话 经济状况允许一定是会借的 借了之后 第二天这个骗子 就会用别的方式 再跟你借钱 一直借 一直借 借到你发现为止哦 这种诈骗 如果要拿回签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小的原因 一 骗子的号码都是很难追 因为他们是随便买一个空号的 二 银行户口不是他们自己的 相信是专业的诈骗集团 要这种情况哦 如果有人叫你猜他的名字的话 我建议大家随便讲一个明星的名字 比如说Angela Baby 比如说J Chow 如果他人代表一 他真的是Angela Baby 二 他是骗子 OK 认真点啦 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APP 叫做Who's Call 它可以有效的识别骗子的来电或是SMS 因为这种骗子的手机号都是空号来的 所以很容易可以被APP识别出来 而Who's Call的骗子Database 它不只是来自Google 也很像微箱子会收集广大网友的report 然后更加容易辨别出骗子的号码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download免费的 你们这种年轻人可能觉得不需要 但是其实老人家们他们可能不熟悉骗子的pattern 他们真的是需要的 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帮他download下啦 第四 包你中马票 那这种骗局是怎样的呢 通常哦 大多都是针对一些 最近觉得自己工作不顺利 然后运气不好的人 然后我就会跳出一个泰国师傅跟你讲 如果你想要求财 你想要转运 你可以找我 可是我还要算一下你跟我有没有缘分 讲到好像那种可遇不可求一切看缘分的那种attass态度 然后跟你要八字出生热气等等 后没多久哦 这个师傅就会跟你讲 OK 看着我们有缘分 我会帮你做法师 帮你求财神 然后给你一个包中马票的号码 然后再给你看他的record 他曾经帮过谁谁谁中过头标 谁谁谁又二二标这样子 但是他还跟你讲明哦 第一次求质是免费的 可是你要添香油钱 可能大概一个两百块啦 OK这时候你就会想哦 哎呀两百块算什么哦 如果可以中到马票 这个钱subsub 所以啦给 师傅就会开始做法师 他会跟你讲 他会帮你求两set号码 第一set 给你的 叫你去买二十大二十小 第二set 师傅帮你买 不能给你知道 而且哦 这个马票还要放在师傅那边 每天给他念咒语的 然后师傅会跟你讲 他帮你买 二百五十大 二百五十小 中了的话呢 你就要还五百块给他 不中的话 你一分钱都不用给 上天晚上八点哦 师傅就会 send你一个马票 然后叫你去check 有没有中 一check 好歇 中了七百五十千 这时候哦 师傅就会叫你还给他 那五百块 买马票的钱 再加 你要答谢神恩 然后要捐款 卖 GASA 一共四千块 你给他这四千块 再加那五百块之后 你才可以一分不少的 拿回那七百五十千 不然你以后 都不会再中置 正常情况下 受害者都会被 这样大笔钱冲昏头脑 七百五十千 我才给那四千 就拿到七百五十千 OK 给 你想就知道 那七百五十千 一定不会拿到的啦 因为那个马票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在这边讲 包中马票这个东西是假的 是骗人的 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师傅 拿完全部的钱 一个人去买 一个人赢宝宝就好了 怎么还要分享给你 这个陌生人知道呢 是我就不会这样笨了 有缘吗 屁啦 然后还要浪费精力 帮你做法事不make sense吗 会几手的咧 这个东西 好啦很累哦 我只能发现第二集 我也是讲不完 因为真的太多 总累了 还是那句 如果反映好的话 我们三点零再见 哈哈哈 然后还有网友给我投稿的 那种 big pay诈骗啊 投资诈骗啊 外汇诈骗啊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 讲 就已经僵长了 所以大家记得 帮我分享出去 1点零也好 2点零也好 我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大家有那个防骗医师 因为这种诈骗方式哦 你只要基本上听过一次 你就不会再被同样手法骗到了 然后也很谢谢那些 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的人 因为有你们的不自卑 才会有今天这个影片 所以我希望 接下来还有更多受害者 可以赶赶的把他们故事讲出来 如果你们想要低调一点 你们可以PM我 或者是你直接留言在下面也可以 可能你们的故事刚好 就帮到一个正在被骗的人 还是那一句话啦 遇到骗子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没有那个防骗医师 还有就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不要想着贪小便宜 不是你的就不要咯 OK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我们3点零再见 拜拜